有膽叫人去拍槍 我躲去國外 是怕被抓嗎 還是怕被復仇才躲去國外 面對記者提問一句話也不說 他是竹聯邦紅人會中和組長 綽號金魚的靈性男子 他就是涉嫌救蘇少年 盪鋪轟51槍幕後主嫌 他事後潛逃到馬來西亞 但被列為不受歡迎人士 滯留機場八天 刑事局國際科刑警 與馬國皇家警察總署 國際合作遣返嫌犯回臺 警政署長黃明昭親自到機場 宣誓掃蕩黑幫 無論你是什麼層級 無論你是逃到天雅海角 警方絕對會把你繩之以法 槍手囂張當街連紅五十一槍 警方發動第三波搜索 盧州 中和 雲林 墾丁等地 逮捕日時六人 另外助嫌金魚 以及保鏢杜姓男子 也在馬來西亞被逮 專案小組分析 糾紛起因是男子阿翔 欠華山幫盪鋪前 跑到紅人會旗下 擔任詐欺車手 卻會髒款 引發紅人會懷疑 阿翔勢臥敵 雙方互嗆還互開槍 涉及到幫派的金錢糾紛 及互相嗆瞎 尋仇 紅人會為涉及本案策劃 教唆的一個主要的幫派對象 主嫌金魚回臺接受偵訊 卻避重就輕口封井 不僅否認自己是紅人會成員 甚至出國前還聘請兩位馬國律師 不排除是想把相關訊息 傳給紅人會鉤層 以為逃出境可以避風頭 但不僅金魚闖天關失敗 小弟們也一個個背帶 三地新聞新北綜合報導 一車五人攔截騎士 三年前因為行車糾紛 其中一個嫌犯 就是這次落網的紅人會金魚 黑歷史曝光 把人達到腦震盪 最後卻只判拘役40天 輕輕放下 來警察 來手伸出來 手伸出來 手伸好 那我看得到 警方大陣仗掃蕩紅人會 逮捕涉案共犯 其中還逮到一個重要人物 他就是紅人會 紅燊組組長簡姓男子 是這次雙倍槍擊案中 關鍵角色 主要是訓練少年槍手 並建立彈藥庫 被歸類在沖組 會有槍手駕駛和攝影師 三人一組執行任務 至於中和組的金魚 是幫派金基姆 負責詐騙機房 地下會對和博弈 遇到衝突就會以 晶圓模式委託洪燊組出面處理 紅人會中有數十個組 自立門戶各有專長 必要時也會合作分杯跟 光是這次槍擊案中 這兩個組至少有九人參與計畫 針對金魚的部分 事實上他在整個案件來講 他是一個靈魂人物 所有的也是情 也是因為他的小弟而造成 目前清查結果 就是因為這一期的債務糾紛 槍擊案經過近十天追查 引發雙北地區治安動盪 金證署從上到下動起來 如今大動作宣布破案 但幫派之間的角力 是否就此落幕 還是未知數 三地新聞道理城林玉均 新北財務報道